好我们继续吧 继续 然后就从这开始写就行了 然后我们先干嘛呢 我们先要构建个查询条件 就是传入了U2NAM和PASO 我们肯定得用下来 对吧 先这个查询条件 查询条件呢 我们根据之前学过的 CircleLive的查询条件 它其实就是一个对象 就我们先把U2NAM给放进去 这个对象U2NAM给放进去 因为查询的时候 U2NAM肯定是要加的 不可能光通过PASO的来查 对吧 这个是不可能的 然后如果传入PASO的的话 那我们再把这个PASO的 给它加到这个 查询条件里面来 这个大家应该明白对吧 就是U2NAM这个查询条件 肯定是有的 然后如果有PASO的 我们就把PASO的加进来 好 然后再去查询 我们把这个 结果放到REDOT中 通过我们之前学的这个 U2NAMFIND FIND1 FIND1大家有印象吧 没印象的话 就是你可以暂停一下 再去看一下 那个CircleLive这些 基本操作 查询操作 好 查什么呢 第一个 attributes 好 attributes我们就查哪些列 对吧 ID我们要查出来 然后userName要插出来 nickname要插出来 然后picture要插出来 然后city要插出来 这是我们查的列 这是我们查的属性 这个每一列的信息呢 都对应到我们model里面 model里面这个user.js 创建的这些列 好 我们先关掉 这是查询的列 就有些没有呢 我们就不查 对吧 当然你如果不写的话 你如果这一行不写的话 那就是全查嘛 对吧 也无所谓 反正我们这就写上了 微点条件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option 就是如果传userName 我们就按照userName来查 如果传了password 那就按照这两个来查 对吧 这个查询 大家应该都明白吧 OK 如果查了这个结果 等于nan的话 就是如果查不出来 它会是nan 如果是 比如说我们查的用户名 是一个不随nan的用户名 那查出来之后 肯定是个nan 如果nan的话呢 就是 被找到 或者说在登录的时候 出了用户名和密码错误 那肯定是也是查不出来 对吧 就被找到 然后return resout 就是把resout给返回就行了 然后如果是说 它查到了 对吧 查到了的话 那应该就是 也把returnresout返回 对吧 应该是returnresout 叫datavalues 这个我们之前说过 叫datavalues 才是那个数据者们的一个基本的格式 对吧 OK 就这样 然后我们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还有个格式化 格式化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数据库里面 我们在数据库里面 就是我们在 直接看模型 我们在模型里面 picture有可能是 就是这个alone9的picture里面没有写 它头像有可能是空的 对吧 然后我们看 根据我们现在这两个需求 判断用户名是不是存在 以及登录 其实用不到这个picture 用不到头像 对吧 但是其实这个gettuzinfer 也并不是说 非得服务于 这两个接口 它有可能还服务于什么呢 它有可能还服务于用户设置 就是去管用户信息的时候 去显示用户信息的接口 对吧 显示用户信息 肯定显示头像 对吧 然后头像的空呢 你显示什么 那肯定得给它处理一下吧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就加一个格式化的处理啊 统一加一个格式化的处理 然后所以说 根据这个地方 立刻格式化 所以说我们这样呢 就先这么写着 然后等会我们再改 我们先把这个格式化 给建一下 可以建一个下滑线 format叫gs 下滑线的意思就是 是一个内部代表 这我们先暂时保存一下 这个内部代码就是不会给弯门调用啊 这是一个基本的约定 然后我们看一下format上gs 按惯例我们还要先写注释啊 数据格式化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写个什么呢 首先 我们要写一个 因为我们刚才说过 是器官用户的头像 对吧 器官用头像 我们就写一个叫 format user picture object 这个的object呢 就是一个用户 然后 if object 点什么呢 点picture 对吧 这个picture 其实就是传出来的这一列嘛 对吧 点picture 等于nan 如果nan的话呢 然后就 object 点picture 复制成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一个门的头像 对吧 好 return object OK 那这儿我们把这个 写一下 用户对象啊 用户默认头像啊 OK 就是这个方法呢 它是用于 器官用户默认头像的 就是它如果 头像是nan的话 就给它复制成一个 什么什么啊 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 大家不用管的 这个默认头像啊 OK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儿 来就行了 保存一下 然后之前这个 关掉就行了 好 那 这儿为什么 有个下滑线呢 因为我们期望 这个方法 它是被 另外一个方法 调用的 就是它不会 直接输出出去 什么方法呢 就是format user 这我们写一个 list的参数 format user 就是说 我们 真正输出的 是一个叫做 format user的 一个方法 是这个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呢 里面会用这个 期划用头像 因为format user的方法 它的意思是 格式化用信息 对吧 然后格式化用信息 期划用头像 它可能是一次格式化 对吧 我们可能还有第二次 第三次 所以说 我们这儿可能还会 再加期划用头像 期划用别的信息 对吧 然后把这些信息 统一放在这个方法 里面去调用 所以说我们这种输出 是这么一个方法 这儿呢 list 我们 就是这么写 数组 或者object 就是 用户列表 或者 单个用户 对象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list呢 格式化 先写完这个 格式化用户信息 虽然这个地方叫list 但是我们接收的 可以是一个对象 也可以是一个数组 比如说它的接收格式 比较灵活一些 因为我们如果查询的 如果是一个对象 就是一个用户 像find1 它肯定查出来之后 without是一个对象 对吧 因为find1嘛 查询了一个 那如果查的是多个呢 那可能是一个数组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儿呢 就再灵活一些 然后我们继续写 list 如果traveled list 这等9的话 就是什么都没有传的话 我们就不管了 就直接这事 这是一个防凑的一个处理 然后如果list instincts of数组 OK 在这儿跟大家普及一下 就是一个变量 是不是数组 我们可以通过 这种方式来做 这种方式是最严格的 一种方式 就是看它是不是数组 OK 就是数组的形式 数组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用户列表 有多个用户对象 然后我们就给它 返回一下 intry list.map 数组嘛 map 然后把这个form form of user OK 这样写大家能看明白吗 对吧 这样写 这样写其实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 我们 把这个考过来 在map里面 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么写 这么写的话 大家看着比较清楚 对吧 也经常用 但是这么写 应该它这个地方 不就是一个函数吗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函数 给它抽象出去 抽象到这儿来 然后把这个函数名 给它放到这儿来 也是一样的 跟刚才是一样的 所以说是这样 然后如果是单个对象的话 就是它不是数组 不是数组单个对象 因为这已经return了 所以说不会影响 其他的后半代码 然后就直接去什么呢 直接我们可以 let一个result 复制成list 然后result 复制成format userpicture result 然后return result 这么写可能会有点绕 其实我们直接去 return这个 这个东西 直接去这么写 其实也可以 这么写吧 它是个速度的话 我们就通过map来 去转换一些 它如果是个对象的话 对吧 那么就直接去传入 给它返回 就行了 OK 然后呢 这个就是formatU的 就是格式化用户进去 这儿呢 虽然我们 只有一个 那个 formatU的picture 就是格式化 就是替换用户 无效的一个 但是它也是一个格式化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先把这个 给它做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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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